为什么道指第一个月被太晚下班 为什么你的履历比Elon Musk要更精彩 却没有人肯录取你 我是Vincent 欢迎回到文森说书 我曾经也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 想要自己 想要比别人更加倍努力工作 勇敢负责 总有一天会有人看见我的付出的 但直到有天 看着同天还对你指指点点 主管还在叫你泡咖啡倒茶 我们才意识到 职场不是这么运作的 今天我会借由 Let Don't Teach Corporate in College 终于说明 我只想好好上班这本著作当中 让自己当个侦探 试图找出我们工作时容易踩到的坑 我想好好上班第一站 面试 坐在会议室里头的Nick 显得有点紧张 不 他是非常紧张 主管走了进来 翻开厚厚一点履历 他请Nick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而Nick 呢 从他的家乡介绍到他养的猫 也分享了第一次 像高速公路的紧张 以及iPhone的型号 这一长串下来 面试官显然比预想中 更了解面前这个人了 而面试当中 最常出现的问题三连几出现 面试官问 你为什么想应征这间公司呢 因为薪资是跳出来的 你为什么想离开上一份工作呢 因为薪资烂毙了 你还期望薪资多少呢 45k 14个月 最低 谢谢 翻开员工面试手册 第一条 履历表不是你的生平事迹 今天就算你的履历 比Elon Musk还要更棒 你也不必写出每个细节 考虑到主管一周得面试这么多人 你厚厚一点的履历 很可能成为物尽天泽下的恐龙 第二条 讲出主管想听的东西 你的宠物可能很可爱 或者你的某段冒险故事很精彩 但主管只想知道 聘用这小子的话 他能帮公司赚到的钱 是否高于他的薪资 第三条 别说钱东家的坏话 就像一个会说旧情人坏话的人一样 坐在你面前的人可能会担心 在哪一天 自己就变成了被抨击的对象 第四条 不要直接说出预期薪资 当你被问及薪资的问题时 最好先问面试官 贵公司对于这个职务的预算为多少 是否包含其他福利或是额外年假 根据以上这几条法则 下次你在写履历时 更好的做法应该是 将你的履历表 浓缩到一张A4纸就可以写完的篇幅 而在自我介绍时 你应该从过去的所有工作成果当中 找出三至五个 能够凸显能力的放入自我介绍当中 而且最好能够提起营业额上升 或是业绩提升 因为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接着在对谈当中 不管是被问到离职原因 或是前冬家的问题时 都要避免使用负面资讯 还有一个重点 不要自己提到关于薪资的问题 让主管来发问 这样你才拥有反问的立场 只想好好上班第二站 到职 员工Erica 刚进到数位行销公司不久 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她把自己的座右铭 贴在办公室的桌上 上面写着 只要我努力工作并培养技能 总有一天 我会当上副总裁的 这句话激励着她往前行 她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 最后一个离开 这还只是必备款 下班后的焦虑讯息轰炸 更是家常便饭 周末发来的电子邮件 绝对五分钟内有答复 而在上班时 只要是来自同事的委托 她都是来者不拒 毕竟她认为 这是打好人际关系的方式 虽然这样的生活模式 让她感觉到很紧绷 却又不敢怠惰 时间来到了半年一次的绩效考核 一起到辞的同仁们 都已经被分配到更大专案里头了 Erika却被冷落在一旁 主管甚至表示 自己不太清楚Erika的工作进度耶 蛤?怎么会这样子? Erika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感觉到非常气馁 所以她不再勉强自己加班 或是假日回信 但这些转变 却让主管开始觉得 Erika变混了 翻开员工到职规则 第一条 别给错误的期待 如果你总是最晚下班 或是在非上班时间 忍着使命必达 那主管并不会觉得你特别认真 而是会认为 哇 这小子晚上都没活动 假日都很闲呢 但当你决定不再维持 这样的工作模式时 他们又会觉得 你的初心不见了 第二条 让主管知道你的进度条 在学生时期的我们 根本不用跟老师说 我们读了哪些书 只要成绩考好 大家自然会知道你的用心 但职场不是 在这里 你必须让为你打绩效的人 知道进度 而如果我们总是对同事的 拜托来者不拒 就很有可能 忽略你这个职位 最该被完成的事情 虽然你在同事的眼中 可能是个小天使 但等到他们将自己 未完成的代办事项 变成你的紧急事项时 你可别期待 他们升线之后 还会拉你一把 当了解这些规则之后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 最早到公司 或是最晚离开 让主管及同事知道 办公室之外 你还有自己的生活 而在假日时 你可以等到 真的有空闲再去回复 而对于刚到职的员工来说 尽早更直处主管面谈 并询问他对你的工作 有什么期望 也了解他希望 透过怎样的方式 来回报进度 我只想好好上班第三站 员工相处教条 原则一 别只跟几个特别好 很多人会在刚步入职场时 只选择那些 喜欢的同事相处 而且一旦感情建立了 就懒得再去拓展 但这种做法 很容易让你陷入派系问题 所以这方面 你可以先求宽再求生 原则二 好同事不等于好朋友 那些你生活中的朋友们 大多是因为 你们有某些共同点 或是价值观相符合 才有这段关系 但同事呢 很有可能 只是因为年纪相仿 或是技能相同 又因为每天 得共事八小时才会熟视 当然有些同事 到最后可以发展出 真正的友谊 但你可以先思考 你跟你的好同事 周末会一起出门吗 如果对方离职 在一年内 你们还会联络吗 你看过对方的另一半吗 原则三 别在办公室分享秘密 在办公室里面的秘密 都不是秘密 就像你寄出的电子邮件 也不会只有对方看到一样 如果你真的有个 藏在心中 好想讲出来的秘密 打电话给你的妈妈吧 她通常会听的 我真的只想好好上班最后一站 离职跟道指一样重要 原则一 亲口告诉你的主管 不要让他透过其他管道 知道你要离职的消息 这么做 会让他感觉到被尊重 也比较不会有背叛的感觉 原则二 不要跟同事 一直说得自己的新工作有多棒 虽然同事听了之后 表面上会恭喜你 但实际上 他们很想叫你闭嘴 原则三 不要因为找到新工作 就说目前这家公司有多烂 我们可以猜测 你会很想在找到新工作之后 一吐怨气 想把你过去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写成一份演讲稿 但这样的行为 可能会让你过去 努力累积的形象迅速崩坏 如果想把离职这个环节处理得当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保护好你的人际关系 你或许有天 还需要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帮助 或是说最惨的 可能有一天 你还需要回到老冬家 鉴于这些可能性 在离职时 关注自己的嘴巴 并把工作内容 确实交付给其他人 这些都是你可以尽力去做的 纵观今天所分享的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 当一个人从学校转换到职场时 他们可能对组织如何运作 还不了解 如何掌控其中分寸 也非常深疏 以至于有些人 会对付出及获得感到怄气 但如果我们可以多静下心来 观察同事如何互动 而不是拼命想表现自己 可以在会议中多聆听 而不是急着插嘴说 但我在上一间公司 都是这么做的耶 如果可以在心中想象 所有的公司 都是在同一个社区 你离开上一间之后 还是有机会 与他们相遇以及交谈 而非打死不想往来的旧队友 或许我们在职场中 就能够更加顺遂 但是 如果你的主管以及同事 就是个烂人呢 嗯 你应该快逃啊 我是Vincent 想象你的腿力 跟波尔特一样猛 但你还是必须先搞清楚 比赛规则 才能确保你的冲刺 是有意义的 如果未来作品值得你期待 请别忘了按订阅 我的Instagram和Podcast 也欢迎你们再找到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